养生是以培养生机、预防疾病、争取健康长寿为目的。 运动养生是用活动身体的方式维护健康、增强体质、延长寿命、延缓量老的养生方法。 有道是运动胜过药补通过锻炼可以有效地改善呼吸系统、增强心脏功能、神经系统功能以及消化系统功能。 运运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,中老年人通过打门球、打太极拳等可以收到健身养生的疗效,但百炼不如一走,很多长寿者是靠两只脚走出来的。 流水不浮、互输不蠢。 这句话一方面说明了动则不衰的道理。 运动并非一朝一夕,的是,要经常,不间断地进行运动,只有持之以恒,坚持不懈,才能收到养生长寿的效果。 早在三国时期,著名医生华佗创作了五情之戏作为健身运动。 他说,人身常动摇则骨气消,血脉通,病不生,人由护疏不朽视野。 这充分说明了体育在防病和治疗中的重要意义。 五情之戏可以说是太极拳的前身。 太极拳始创于明末清初,是一项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养生运动。 它容武术、医疗保健于一体,富含一种古朴而深奥的哲理,是我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之一。 太极拳是一种慢的文化,它集中了我国古代保健体操的精华。 欲美于行云流水的动作之中,把动态美、静态美,与内心感受的心灵之美巧妙地融为一体, 给人们以美的追求和美的享受,体现了一种圆的灶味,闲的境界。 习大娘今年已经八十岁了,还腰板挺直,步履稳健,精神,让人感到很惊奇。 当人们问起她身体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时,习大娘总是说,这主要是她练习了几十年的太极拳的原因。 三十年前,习大娘得了严重的失眠症,她情况不好的时候,几乎整夜整夜不能睡觉,工作困难。 这时候,单位里的一个同事建议她学打太极拳,结果受益匪浅,过了几个月失眠症就好了。 从此,她尝到了练习太极拳的甜头,一直练习大极拳,常年累月地练习,给习大娘带来了健康体魄。 如今她眼不花,而不仅手上的老年斑也没有多少。 年年到医院体检,医生说她心脏基本上没有什么手柄,她自己觉得身上也没有这疼那疼的,就觉得自己基本上没什么病。 太极拳的动作以柔韧、圆滑、缓慢著称,打太极拳,会有一种与自然的融为一体的感觉,最适宜老年人锻炼在我国医疗体育运动中,太极拳已成为一个重要项目。 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,也是世界的,她不仅在国内广泛普及,而且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。 在法国,美国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学习太极拳,练习太极拳尽量做到心境,心境才能对中枢神经系统起到良好的影响。 在打拳的过程中,除全身各个肌肉群,关节需要活动外,均匀的深呼吸与隔肌运动也要与之配合。 这样,其他系统与器官机能的活动才能改善。 练习了这么多年太极拳,习大娘最大的感受就是太极拳用意不用力,讲究动静平衡,要控制好动,语境就要锻炼人的神经系统。 练习太极拳还要用心,用腿。 整个过程要用力均匀,锻炼人的精神与反应能力,讲究和谐统一,浑然一体,在这个过程中就达到了趋病强身,延年易受的功效。 老年人改善不良体质,首推大极拳,在这里,必须强调一些在练习太极之前和练习太极过程中所必须注意的问题。 太极拳的基本要领 大家都知道,人是一个有机体,太极拳运动是由人体的各个部位协同运动来完成的。 太极拳的动作要领事,神为主帅,深随意动。 注意放松,不用蛮力,上下相随,周身要做到协调,分清什么是虚实,要稳定重心,自然呼吸,然后气沉丹田。 现在我国广泛开展的简化太极拳,二十四式,一学,一练,一技,尤其对老年人和体弱多病者趋病健身益处多多。 太极拳流派较多,练拳不必追求过多的套路,能熟练掌握一种套路就可以了,运动量要以练习完全无疲劳感为度。 练习太极拳一般要在全尸指导下进行。 太极拳的练义与练气 练习太极拳要求动中求静,意念集中。 久练太极拳的人,从眼神道上下肢,躯干,动作协调不乱,绵绵不断,行云流水。 整个练拳过程,人的心理始终保持静的状态,从而提高了中枢神经系统调节能力, 这样能延缓脑细胞的衰老,改善体内阁器官的协调活动。 通过练拳养神,可以防止神经衰弱,健忘失眠,神志不安等病症。 由于太极拳具有慢、圆、柔、咸、美的特点,所以, 长期练习太极拳还能培养出优良的品质,对生活和事业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。 太极拳讲究以一领器,对呼吸的要求较延,要求起吸落呼,开吸和呼, 加上运动缓慢,便带来呼吸的伸长,细缓,均匀。 它要求改胸式呼吸为负式呼吸,因而特别有力干,增强肺部的功能, 保持肺组织良好的弹性,加强肺的通气功能及二氧化碳的交换能力。 便因腹肌与隔肌的收缩和舒张,心脏冠状动脉功血充足,加强心肌的营养。 心脏收缩能力也相应加强,起到改善心血管功能的作用。 据医学调查资料分析,在30秒内蹲起20次后, 血压和脉搏的改变,在3分钟内有87.5%、90.0%的练大极拳的恢复正常。 而不练太极拳的仅22.4%的人恢复正常。 坚持练习太极拳,对集中主要脉性疾病的治疗有效率高达98.6%, 其中有以对心血管疾病疗效明显。 我国学者研究发现,每天练习太极拳30分钟,坚持练习30天, 能显著提高人体内的高密度脂蛋白水平。 这种脂蛋白以其颗粒小,密度高,可自行进出动脉壁的特征, 能清除沉积血管壁引起动脉硬化的低密度脂蛋白, 使动脉壁免遭侵蚀。 太极拳被认为是血管的保护神。 练太极拳,对改善肺功能有极好的疗效。 有学者,对70例50到60岁的肺结合并患者的肺功能进行测定, 练太极拳组的肺活量平均增加5.63%, 最大通气时增加23%,中期流速增加47.5%。 第一秒,用力肺活量增加1.45%。 以上结果显示,坚持练习太极拳,对增大肺活量,改善肺功能有着良好的效果。 太极拳的练腰与练腿 太极拳运动可以提高人的筋、气、身。 太极拳能加强肾脏功能,并可调节内分泌功能。 因为练习太极拳时,从开始到收尾,全过程要求以腰围轴进行运转, 这对腰部级肾脏是一种较好的运动。 研究资料表明,太极拳组欲垂畸形发生率为25.8%, 骨质疏松发生率为36.6%。 而对照组则为47.2%。 太极拳组弯腰时,手能触地地占77.4%, 而对照组仅为16.6%。 由此看出,常年练习太极拳对骨骼、肌肉及关节活动的影响很突出, 对脊柱形态和组织结构有良好的作用。 可延缓骨质疏松和防止关节畸形和驼背。 练习太极拳的全过程都是半下蹲视, 下肢承受了整个身躯的大部分重量。 练习太极拳时,身躯重量总是由左,右腿交替承担。 由于老年人一般都感觉脚部力量弱, 而练习太极能很好地锻炼人的下肢。 练习太极拳要选好时间地点。 天之内最适合练习太极拳的时间是每天清晨。 在出门之前应该先排便, 清除身体中的毒素, 为了运动提供些必须的能量, 可以简单吃一点苏打饼干。 然后再喝一杯豆浆或清茶, 不要吃饱, 简单吃一点即可然后就可以出门了。 路上的这段距离如果不太远, 应该尽量不行。 场所应该选择一些空气好的公园, 能避风的地方最好。 静坐片刻后, 开始练习太极拳。 在练习太极拳的过程中, 不是用力来控制动作, 而是依靠意念和精神来控制, 达到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锻炼。 这样做的好处是, 只要意念达到了, 即便某些动作不够标准, 也同样不会影响锻炼的效果。 而且也避免了一些危险动作, 例如下蹲等可能对高血压, 心脏病患者造成危险的动作。 总之, 老年人练拳应以适度为宜, 久而久之, 自会逐渐做到行器结合, 得心应手。 操之过急是万万不行的。 小帖是太极拳的起源。 关于太极拳的起源, 众说纷纭, 大致有唐朝许宣平, 宋朝张三丰, 明朝张三丰, 清朝陈王庭和王宗月 等几种不同的说法, 但现在多数全家 亦以现传各是太极拳后援出 陈氏太极拳之说为本。 据中国武术史学家唐豪等考证, 太极拳最早传习于河南省温县陈家沟陈姓家族中。 陈氏太极拳的创编人是陈王庭, 他是一位卓有创建的武术家。